回过头来要代名雷看到在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退选之后 现在选情回归到蓝绿对决 根据绿党最出租的最新民调就显示 在总统支持度方面 总统蔡英文她是大胜韩国瑜16.9个百分点 而在预期当选的看好度部分呢 蔡英文则是领先了韩国瑜30个百分点以上 还有高达59.8%的民众 认为韩国瑜没有升任总统的能力 对韩国参选总统以来的表现感到非常不满意 蔡英文总统马不停蹄拼外交 在外交酒会跟中南美洲史节一一禁酒 在郭台铭退选后绿党做出了最新民调 支持度方面 蔡英文以49.1%的支持度 大胜韩国瑜32.2%的支持度 领先达到了16个百分点 如果是预期当选的看好度 蔡英文更是拿到60.1%看好度 遥遥领先韩国瑜30个百分点以上 郭台铭的参选本来就是蓝绿都会影响到 那现在所有的民调当中我们都看到 基本上如果蔡英文跟韩国瑜双双对决的话 基本上几乎蔡英文总统都是大英 郭台铭退选让选情回归蓝绿对抗 不过韩国瑜在民调上却是居于劣势 在被问及韩国瑜有没有能力 做好台湾总统的问题上 既然有57%的人认为没有能力 至于韩国瑜参选以来的表现 也有59.8%的人不满意 让他陷入苦战 尤其是郭台铭选票可能流向台湾民众党 让总统立委选战都亮起红灯 国民党立委的选群在这一次看来其实是蛮严重的 因为你说民众党到底有没有成期后有没有钱不知道 但他丢个人到你的选区去 其实还是会骚扰成功 特别是现在年轻的选民 那种动向是国民党没有办法预测到 虽然郭台铭退选 韩国瑜绅士却不见提升 这场选战恐怕对国民党来说依然不容乐观 记者综合报道 2019 Superstar体育表演会 联合体育专业与表演艺术 动造听觉与视觉饗宴 9月21日台北小巨蛋与年代Mars台一动和 晚上7点全程转播 免费锁票请搜寻i运动